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歌坛曾出现过许多令人惊艳的女歌手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就是流行乐坛中最有代表性的玉女歌手 她的发迹时间比后来被称为玉女掌门人的周慧敏早了将近十年 当年在诸多女歌手中脱颖而出的她堪比乐坛中的一颗明星 巅峰时期更是无人能及 至今提起都令人怀念不已 她就是杨玲 三亿退圈将近二十年 但往日的作品与形象依旧升职在人们的心中 1965年出生的杨玲本名杨一珍 成长于宜南县壮围乡 父亲是湖北人 母亲是泰亚族原住民 当时父母为了养活五个姐妹 只能让他们念到高中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她暗暗发誓 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改善家庭条件 高中时期 她被当时的综艺股份有限公司提拔 开始接受刘家昌的培训 不过早期的她并不是走玉女路线 第一张专辑我是谁走的是中性路线 可惜市场反响一般 而后又推出了一张专辑 也没有太大的起色 一年之后公司权衡之下 决定让她改走玉女路线 随后她凭借把心留住 和玻璃心开始展露头角 玉女歌手的定位 初见成效 八十年代中期到末期 是她发展最红火的阶段 从九十年代开始 她又逐渐在内地闯出名堂 之后也转换了多家唱片公司 歌录形象 也开始有了较大的调整 甚至改变 不再是纯粹的玉女歌手路线 1998年 杨玲发行了专辑扭后 便再也没有新作发表 而后又在2003年 直接宣布退出演艺圈 而就在她宣布退圈的那一年 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关于她的各种新闻铺天盖地 因为当年的她实在是太红 而且当时尚未出现有线电视 她就曾在一天之内上了九个电视综艺节目 台视 中视 华视三个台 转来转去都能见到她的演出 说到多年 她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也有很大的市场 在1988年 她还跨进香港的唱片行业 除了唱歌 大导演侯孝贤也曾看中她 力要她出演电影《尼罗河的女儿》 甚至香港名导徐克 也希望她出演《齐王》 另外电视剧更是频频向她招手 唯一的遗憾是经纪公司管教严格 多次告诫她不能谈恋爱 以免破坏孕女形象 1986年的时候 一度传言于为她剖血玻璃心的奇情要好 公司当时听到风声 立刻采取了相关的保护措施 但春心萌动的她 还是谈起了恋爱 在朋友的介绍下 杨玲认识了职业棒球选手 陈一信 随后展开了恋情 然而两人交往了三四年 连婚纱照都拍了 却在结婚前止步 始终没有修成正果 分手时还闹得相当不愉快 因为当年 力求转型性感女性的她 为了新专截纽扣 拍了一系列性感血针 陈一信觉得 她选择在棒球场拍摄性感血针 是对过往爱情的挑衅 两人分手后 陈一信还不准一次公开大骂她 在当时的影音圈 也没人再关心她的作品 娱乐记者更是开始策划着一场场的 丑闻妇人的新闻焦点 同行的女星也在背后对其指指点点 后来在纽扣专辑的宣传期间 她曾召开记者招待会 现场陈一信只是对过往爱情的怀念 也希望媒体传话给陈一信 希望她停止谩骂 二月陈一信分手后 她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 之后复出挑战舞台剧 也参加电视剧演出 饰演穷困的老妇 但无论她多么努力转型 别人永远忘不了 她出过写真集的经历 甚至还给她贴上了艳星的标签 让她心如刀角 这期间她谈了几次恋爱 每次都受到媒体的关注 1998年的时候 曾和影剧记者林玉明热恋 两人虽然有意结婚 最后还是没能修成正果 最长的一次 与律师王元勋谈了五年 也是到了谈婚论嫁阶段 一顿另外一届传言好事将近 而且在前经纪人周彦彤的眼中 也觉得他们两个非常跟对 当时的她希望能早点步入红毯 本来已定好 2001年底举行婚礼 却遇到母亲过世 婚期一脱便不了了之 2003年宣布分手 当时对外宣布的分手理由是 不想误了别人的人生 2007年 她被媒体爆料 闪价经营五金生意 身家余异的富商许荣光 对方还是一位身杖人士 不过八个月后又闪电离婚 甚至短暂到很少人知道 她闪婚又闪离 连续多段坎坷的感情经历 遭就了她不再讨好任何人的性格 现在的她最心于作画 从歌手转变成了艺术家 也将身心灵寄托于宗教 学会把自己放空 并将生活重心放在摄影及写作中 从1998年与林玉民分手 一直到2003年的这五年期间 她一共发表了两本著作 还有两本摄影集 直到2003年9月 郑重的一句 请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了 从她口中对唱片公司及媒体说出 象征着风靡20年之久的一代日女 正式离开了演艺界 当时是否母亲逝世 在生活和事业的爽爽大吉下 不堪重压的她选择笃行宗教 受洗成为基督徒 另一方面 她也自2000年开始 向知名画家陶文乐习画 并于2003年到2009年间 举办了十余次的连展 在此期间 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每年大学 现在我选择画画 我相信上帝会帮助我 而自从改行当画家之后 和以往相比 她的生活除了欢呼声不在 经济上也是窘迫了许多 她也坦言 在台湾搞艺术很辛苦 卖画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几乎等同于没有收入 尤其是在那段物价飞涨的日子里 她更是苦笑道 画画的材料费涨约一倍 进口画布一张贵了将近200元台币 逼得她还跟店家杀价 不过算很清贫 但她却很享受这种生活 她还说 不再当艺人 就不用再买珠宝或是漂亮的衣服 说来买画画的材料生活开销很少 其实早在多年前 她决定挥别演艺圈走上画画这一行时 就已经认真核算过存款够不够用 也说这一生只有两个心愿 第一是当大明星 第二就是做一名自由的艺术家 如今两个梦想都达成 她表示非常满足 也觉得现在的日子比以前舒服很多 没那么大压力 在感情方面 现在的她还是单身 自由记者问她 这辈子有可能结婚吗 她笑称 看上帝安排 还坦言恋爱和婚姻都好麻烦 不过她退圈后的生活 也并不是一帆风水 前些年的时候 曾有过她意外遭遇车祸的新闻 当时她在行经永和城公路时 不小心被右转的轿车撞上 幸好身边还有朋友坐陪 才得以及时被送往医院急救 在媒体曝光的照片中 她的手脚上全包着纱布 好在只是些微擦伤 医生说短暂休养几天就可以 值得一提的是 被撞已经够倒霉了 没想到警方赶去处理时 第一时间竟然没有询问健康状况 反倒是要求她做酒册 让她觉得相当压抑 后来其经纪人小伟曾表示 我们就是很正常的走在斑马线上 没有喝酒 但后来才听说好像是逆行性攻势 现如今已经56岁的她 已经许久没有出现在荧幕前 不过前段时间又媒体爆出她的近况 她的身形保养得很好 可以说是风华依旧 岁月并未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 而对于目前的画家生活 她也表示满意之际 还坦言现在的生活很单纯 除了画画和参加教会 平常就和狗狗在一起 也透露了目前没有人追 被记者追问原因的时候 她只说在感情方面受伤很严重 应该会不昏不生 而将生活重心几乎放在画作的她 生活简单 也很少看电视 她还笑说年纪到了 接下来生命中想做自己喜欢的事 不想讨好别人 最后她也坦言 对于外界常以动靈不老来形容自己 但自己其实不怕老 更是感慨到 生老病死每个人都会经历 若有人想要抵抗 是很傻的一件事吧 也爆料了自己的健身日常 声称一周会做两次重训 再去河滨公园慢跑 但多半时间还是待在工作室画图 其实早在此之前 2019年的时候 她曾出现在艺术家郭艳甫晨出的照片中 那时的外貌和现在相比 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动靈女神的称号也算实至名归 而她在画画上的造诣也已经非常高 其中最能象征她艺术水平的便是极具个人内心特色的图丁化及数字化 她解释说 彼此相互交错的图丁象征着内心与外表之间的相互矛盾 密密麻麻的数字则象征着内心的百感交集 另外根据媒体报道 她还曾花费三个月时间为自己画了人体写真 身为艺术家的她一向认为女人的身体很美 不管是胖或是瘦 因此她也喜欢画女人的身体 据说她的写真画是她在镜子前摆了一个躺在床上的姿势 然后将画面挤在脑海里再开始作画 被问集画自己时最欣赏身体的哪个部位 她笑说 对自己从来都不满意 并觉得自己的臀部太大 胸部不够大 肚子不够小 很多网友说 现身艺术的杨林身上更多了一些孕女的气质 甚至还评价她是永远的孕女 但她其实不喜欢当永远的孕女 因为觉得孕女也会老 也会走进家庭 与之相比 她更希望大家能注意到自己的画作 由此看来 她已经找到了自己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而作为粉丝 也祝愿她能在这种状态里一直享受下去 并创作出更多优秀的画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一次视频就是她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